是講一個日本兩姊妹的恩怨情仇 但是兩個最後都成為好事 我看完之後 我覺得我是不是應該要這樣 但是我真的沒有這個毅力 如果以前 現在除非是一樣東西 就是我心愛的女人要我減肥 我老婆也有叫我減肥 我也心愛我老婆 但是我老婆一叫我減肥 我就說不要人說 她叫你減肥多久 都很久了 她就關心我健康 當然 當然 但是她又不明白 因為我真的不想令這麼多女人傷心 現在我這樣的款式也有這麼多女人在身上 如果我減肥 就像張國榮一樣 那些女人上去 我又不能夠給她們希望的東西 她們不能夠傷心 當然 在有畫面前我很難忍 她們的性格 我一定會 我不能夠把我的家庭壓下去 至於減肥 其實我現在不是吃很多東西 問題是我飲食習慣不好 而且沒有運動 因為三餐基本上都是吃街的飯 而且我連肯吃豉油汁都覺得不太行 你不要喝湯要喝濃的 濕的就一定是咖喱什麼什麼 然後紅酒什麼什麼 芝士焗什麼 那些是最肥的東西 但是你外出吃飯 我不是的 有時候我們以前煮東西 那些客人 如果吃得多煙 放多一點鹽和味精 去給她 不然我們覺得不夠味 但是問題是 你真的很肥 而且醬汁 你醬汁就乾 不是每次醬汁都好吃 你吃得多吃 那些食物 譬如我吃一頓蛋飯 那些豉油汁 那些豉油汁 我明明 譬如我明明 那天是 什麼 那些豉油汁 你吃得多吃 那些豉油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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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豉油汁又不一樣 那豉油汁又不一樣 你不單止減肥 減不肥 還有 你不能反彈 反彈就要嘔吐一千萬 這樣就跟你減肥 死了 是不是 但是他們這麼大 又有話 不然就好 我們看看這個日本姊妹 那時候你肥了 你怎麼減肥 肥肥? 你肥仔的時候 你怎麼減肥 怎麼減斷食 斷食 怎麼斷食 做運動我一定會有 怎麼斷食 斷食每個星期 有一天 一至兩天就斷食 一至兩天就已經減到嗎 那時候 是嗎 一至兩大斷食也很痛苦 一天不吃東西 看起來多痛苦 但有效果嗎 我覺得可以 一天就當成腸胃 有時候 那星期來就多一天 都一樣 平時吃的食物 是的 好 有時候我們煮食 客人吃得多煙 放多一點鹽和味精給他 晚餐 吃醬 每天都滿足 店 到這裡 昨天